那你要知道 其實我一直認為 那麼中共這些年以來 始終沒有抓清 抓清楚兩個字的真諦 叫統戰 什麼叫統戰 陸島 陸市 陸村 陸新 你要攻進去台灣人的民心 台灣人的民心攻了進去 你才有機會拿下台灣嘛 那麼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為什麼現在很多人會懷念 過去的中共領導人 胡錦濤跟溫家寶 他就用懷柔的 他就用懷柔的 像那個開玩笑說 世界影帝溫家寶 每次出來講話 國務院總理講話的時候 雖然很誇張 但台灣人聽得比較舒服啊 現在習近平他們不是 都是用硬的 都是用壓的 那麼台灣人就像水牛一樣 你如果好好的 好好的對待我 其實就這樣 就是這樣不會特別反 但是如果你用硬拉的 然後呢 那麼水淹到我鼻子 他就用牛角去頂你 這是台灣人的一個個性啊 為什麼呢 那麼在WHO這個事件 上面也是一樣 你連台灣連加入防疫 得到資料都沒有 我告訴各位 那麼因為有個機緣跟慈時鐘 聊了大概快要三個小時啊 我們從12月31號 去年底的12月31號 不是開始發給那個WHO 那個有關於這個病毒 要非常小心啊 可能會 可能有這個相關的 像SARS一樣的風險啊 意味人傳人就對了啊 我們常常把相關台灣這邊的知道的資料 俄羅斯現在也幾十萬 然後呢全世界的大國慘的慘兮兮啊 英國這樣的一個國家 歐洲的強國竟然三萬多個人死亡 束手無策 法國 德國 這些國家為什麼都這樣 但你可以發現一件事 這些國家幾乎都 這些大國都跟台灣沒有邦交 但是都支持 支持台灣加入WHO 其實是觀察員啊 但他們都支持 那至於一些小國家 一些國家跟我們之間 束無恩怨 束無來往 他也願意加入 他也願意支持台灣 應該這樣子 包括地方的議員在內 就是因為他們看到了 台灣的這個奮鬥 跟台灣的窘境 各位要知道一件事 有人問說那既然這樣 台灣沒有加入都表現那麼好了 那你為什麼還要加入 很簡單 這次是因為我們運氣好 因為我們有SARS的經驗 知道來自於中共相關的 不透明跟不確定的 這個資訊不可靠 那WHO又這樣對待我們 不把這個資訊給我們啊 你不要忘記 譚德塞之前還說 這不算是大流行 不是嗎 那所以在如此的情況之下 我們一開始採取最嚴厲 我就封起來 我就把中港澳這個地方 全部都封起來 封起來是最笨 但是也是最保守的 也是最安全的 結果沒想到 我們就這樣封起來 封到現在這個樣子啊 雖然還是有四百多例 還是有六個人死亡等等啊 所以啊 WHO你要知道 為什麼他肯到我們 駐瑞士的相關的代表處呢 去拿資料 為什麼肯打一通電話來 談了一個小時 不是因為台灣 不是因為台灣 也不是因為中共態度放軟 而是因為 美國抽銀跟五億美軍不在支援 那你要知道 中國事實上做了一件 很笨的是 他在三月的時候 金元兩千萬美金 但是在美國抽銀跟了以後呢 他又加碼了三千萬美金 這是最笨的 為什麼 因為你坐實的譚德賽 就是靠中國在幕後 用晶圓的方式 操縱你的傀儡 你知道嗎 這也是美國總統川普要的 結果沒想到你上當 那為什麼譚德賽 又要稍微比較放軟一點 因為美國總統川普的理由是 台灣是第一個全世界 第一個提出警告的啊 你不理會 然後你根本沒有當作一回事 他就把你切掉嘛 所以譚德賽要表現善意 說我跟台灣有善意 所以你看 又可以打電話 又可以拿資料 然後又可以視訊個 這個等於說半個小時嘛 可問題就在這個地方 現實的問題是 譚德賽能不能撐過這幾個月的 花薪水跟各式各樣的這個金元啊 你看中共金元的五千萬美金 好像很多 但你要知道 五千萬美金跟五億美金 是不一樣的 因為WHO有減入涉疫 減入減難 他很多包括武漢肺炎病毒的研究 跟伊波拉病毒的研究這些 都必須被迫停擺 講難聽一點 可能很多地方薪水 下個月薪水就發不出來了 這個壓力有多大 那麼如果萬一川普真的是 弄了一個類似的世界 另外一個世界衛生組織啊 那對譚德賽來講 你的地位 你的這個運作 我相信世界絕大多數的強國 都會加入美國的那個 就好像國際聯盟變聯合國一樣 所以這個就是 我們台灣靜觀其變的地方